冰岛南部填海计划 在上个月中获得环境局亮绿灯 可以进行填海计划 超过4000名渔夫 今天聚集在冰岛八六拜 抗疫填海计划 渔民表示 填海将破坏环境生态 威胁冰城击打和北霹雳 渔民的生计 要求政府喊停计划 这边的临沙南部填尔启 1,600人 一公里在这里 有馬克性的临沙南部填尔启 具体的临沙南部填尔启 6000人在沙南部填尔启 与沙南部填尔启 尔沙南部填尔启 尔沙南部填尔启 最大辈尔�南部填尔启 这里的临沙南部疫尔启 也很熟旻 之先不黄者 第二个临沙南部填尔启 但是也很熟旻 渔民申诉冰岛南部填海计划总面积120平方公里 这些范围都是盛产鱼虾 渔民挂网捕鱼的地方 而A岛的填海计划面积有920公顷 恐怕会覆盖45%的海湾面积 大大影响海洋生态 渔州渔民协会主席伊布拉仙表示 反对填海的集会会继续进行 直到计划取消为止 渔民也会到国会举行集会 并成交第二次反对备忘录给首相安华 渔民冰划取消为止